哈囉大家好我是崔 大家看了最新復仇者聯盟4的預告了嗎? 還沒看過我們最新分析的話可以點這裡喔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最新復仇者聯盟4就要上映了 大家最想知道應該是鋼鐵人有沒有死掉吧? 從2008年第一部鋼鐵人開始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小勃道尼都是MCU的中心 也被稱為是最像Tony Stock的演員 十年來小勞勃道尼用鋼鐵人這個角色 出現在八部漫威電影中 成功成為大家心目中的鋼鐵人 但漫威為什麼要把這麼成功的角色砍掉呢? 是因為小勞勃道尼跟漫威合約即將到齊嗎? 所以以後真的不會再有鋼鐵人了嗎? 我們今天就要來分析 為什麼小勞勃道尼跟漫威不會再續約 終局之戰會是她的告別作嗎? 在影片開演之前 歡迎大家按右下角訂閱我們喔 一 投資報酬率不高 其實研究過後我覺得 最有可能不續約的原因 就是因為小勞勃道尼太貴了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 飾演鋼鐵人的小勞勃道尼 的確是讓漫威這10年來的19部電影 賺了將近150億美金票房的重要人物之一 鋼鐵人不只戲內是超有錢的富豪之外 連戲外的片酬也是所有復仇者裡面最高的喔 以復仇者聯盟3的片酬來說 鋼鐵人的收入就高達5000萬美金 跟第二名的史嘉莉喬涵森的1000萬美金落差超大 而且他的片酬從鋼鐵人第一集的50萬美金到現在的天價 看來漫威花的錢越來越多 他們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少 哪個正常公司願意這樣子啊? 二 鋼鐵人沒有出現在第四階段中 根據Screenray的報導 第四階段從蜘蛛人離家日開始 接下來還有黑寡婦 黑鳳凰 永恆族 黑豹2 尚氣 星之一攻隊3 奇異博士2 等等 已經拍過三部曲的鋼鐵人 美國隊長雷森索爾 都會消失在第四階段中 另外因為DC的神力女超人 帶動現在女性英雄正夯的趨勢 不只DC推出小丑女自傳電影 漫威也不排斥在雙黑之後 推出像是女武神 葛摩拉 飛鴻女巫 黃鋒女等等 十分有個人魅力的女性英雄角色的電影 個人就非常喜歡飾演女武神的泰莎 自從在西方極樂園看到她演出之後 就被她超有自信的氣質吸引 她自己也在Twitter上透露 女武神沒有死 所以我很希望在復仇者聯盟司可以看到她 三 漫威想要開發新角色 漫威的角色真的多到爆 而且最近大家應該都有聽說 迪士尼砸了2.1兆收購21世紀福斯的新聞 讓原本屬於福斯下面的漫威英雄角色 包括金晴四超人 X戰警 還有超受歡迎的死士 都將回歸迪士尼旗下的漫威漫畫 有這麼多英雄故事可以發展 除非他們之後推新角色失敗 不然沒有一定要繼續拍鋼鐵人4的必要 四 歲月催人老 雖然電影中鋼鐵人看起來身材還是很好 臉大還是很有心很帥氣 但其實小老伯道妮已經53歲了 即便電腦後製的效果很好 但是人老了體力也沒有這麼好了 加上扮演超級英雄的動作量還是很大 漫威對演員的深情要求非常嚴格 除了小老伯道妮自己可能也累了吧 這可能也是修捷克曼不想要再演金鋼狼的原因 加上上一點中有提到 漫威想要開發新的角色 所以可以推測他們也想要換一批新演員的打算 因為第一 年輕的演員的確比較便宜 再看看另外兩個漫威要角就知道差別 飾演美國隊長的克里斯一凡 在《復仇者聯盟3》的片酬 跟克里斯漢斯沃一樣是800萬美金 而新人蜘蛛人湯姆霍蘭德的片酬 也只需要300萬美金 這些都跟小老伯道妮的5000萬美金 都是天差地遠的啊 再來第二 這些新演員可以演得比較久 最後第三 還是年輕人比較容易吸引年輕族群 因為超級英雄的客群本來就是青少年 而且漫威靠這些英雄的最主要收入 並不是票房 而是那些周邊產品 像是玩具公仔等等 迪士尼光是靠漫威周邊產品 一年的收益大約是3.5億美金 而且想一想 一個15歲漫畫迷 會喜歡一個60歲的老英雄嗎 看奧丁有幾個粉絲 雖然很不捨 但是舊的不拒心都不來 即便是開創漫威十年盛世的鋼鐵人 在我們研究過後 我們還是覺得他會被淘汰 唯一可能在看到鋼鐵人的時候 就是他在《復仇者聯盟》上映之後 票房好到 他們願意再拍《復仇者聯盟5》 不然就是小勞伯道尼願意品一客串吧 那在小勞伯道尼 不願意再跟漫威續約的情況下 在《復仇者聯盟4》中 他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 我們猜應該會是以下兩種結果 第一 鋼鐵人一直是漫威英雄中 最有犧牲精神的一個 也是最常會讓自己生命陷入危險的角色 在《復仇者聯盟2》中 鋼鐵人就一直想要尋找辦法 可以讓《復仇者》原理戰場 他絕對是一個會為了隊友的安慰 願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 而在《復仇者聯盟3》中 當他的隊友化為灰塵 加深了他已經有壯烈犧牲的準備 所以我們推測說不定 鋼鐵人在接下來的《復仇者聯盟4》中 可能會壯烈犧牲 第二 但之前有提到過 如果漫威為了保留鋼鐵人的粉絲 即便不續約 也不至於真的把鋼鐵人弄死 讓電影跟隱民雙贏的結局 就是鋼鐵人跟小辣椒結婚的Happy Ending 呼籲《復仇者聯盟3》一開始 鋼鐵人跟小辣椒講 夢見他們兩個生小孩的畫面 如果鋼鐵人退休 很有可能把鋼鐵服務以及責任 移交給他的繼承人 像是漫畫中提到的戰爭機器 或者後來出現的一個超聰明的15歲少女 Iron Heart 這兩個都非常可能 但是按照長久以來的電影續集市場 把一個超級火紅的角色弄死 片上一定要有非常大的心臟 尤其是像這種 演員跟角色有超過80%連結的例子 像是湯姆克魯斯跟不可能任務中的Ethan Hunt 基努里維跟捍衛任務中的John Wick 把角色弄死 幾乎就是斷了這個電影的後路啊 以漫威來說鋼鐵人的死 更是足以完全改變電影的走向 或者簡單一點 他們可以把角色保留 或者換演員 像是007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後可能會有不同代的鋼鐵人說不定喔 影片就到這裡囉 記得按Tipper亮影片 訂閱我們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也想要片酬5000萬 台幣就好啦